所以今天主要是寫Function 這個應該沒問題啦 第二個就是寫一個就是門號公式 然後裡面的話大概規則上 以後都會這樣的一個規則 就是把什麼樣的資料丟到哪些儲存格裡 所以前面一定是會是哪個儲存格 後面是丟資料 有沒有 所以其實特別之外 它的規則一定是什麼 把你要輸入的寫在後面 等於的話有沒有 等號後面就是把資料放進來的意思啦 這個是它的規則 那你慢慢要習慣 這是它這個程式的運作的一個通則 最後的話呢就是再把什麼 把這個按鈕給置換一下 這個門號公式有沒有 所以你們就把這邊的串接 你是直接把這邊複製過來的 如果你現在按的話 它變成是執行聚集 可是我如果不要執行聚集 而是要執行剛剛那個按右鍵就可以了 按右鍵 重新指定這個按鈕的聚集 按右鍵 重新指定 那我希望呢它指定的就是我剛剛寫的 所以如果你剛剛有寫SUB的話 SUB門號底線 它就會直接把那個SUB 所以以後如果你寫的是SUB 它就會自動怎麼樣 在這個聚集裡面會出現 那只要指向這個就可以了 OK那我就把這個 換成這一個 然後清除的話 清除2換這個 因為清除是上個禮拜錄製的 我今天不要用那個錄製的 我要用新的 所以把這個 上面的名稱也複製起來 按確定 然後把它改一下 改成叫門號公式 OK然後清除都按右鍵 再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清除2 因為我們有清除有沒有 如果呢 假設你兩個都要清除的話 它會造成錯誤 變成說 它會多那個什麼 一個叫Module1 一個叫Module2 它會confuse啦 有時候 名稱不要取一樣 然後呢 這邊的話呢 名稱不用改 反正只是 因為都是叫清除 就不要分1跟2 OK按確定 好 那我們來run一下清除 然後這個的話執行 應該就沒問題了 OK 所以 這個是第一個 我們要做的 其實待會 還要再做另外一個按鈕 不過我花時間有點不太夠 OK 然後還有一個 再增加一個按鈕叫門號 那這個門號的這個功能 那有什麼差別 你會發現 如果你用門號底線公式 這個 SARB來做的話 它的輸出是 公式 對不對 那如果說你今天 我今天需要什麼 我今天假設 我不要 幫我輸出的是公式 公式的缺點是說 它放的資料 假如你公式很冗長的話 會很容易造成一個問題 就是說 你將來的那個資料會越來越多 因為明明格子裡面沒有那麼多東西 但是你公式那麼長 那將來存檔的時候 你會發現 你的檔案會變很大 尤其是你那個輸出的那個 範圍越多的時候 哇那個整個膨脹會變 第二個是執行效率比較不好 所以 我們待會 會希望再做一個變化 什麼樣的變化 就是我直接多一個按鈕 叫做門號 然後我要的結果 我先把那個結果 給各位看一下 其實這個結果雲端上其實也有啦 在那個我們的 這個門號 在這裡 加回圈的這個 如果你們假設啦 實在程式有錯 你乾脆先拿我的上面的東西來 參考好了 因為我擔心很多同學 差一個字都不OK 會卡很久 乾脆你先貼 然後再把它刪掉重打好了 不然的話 有時候光要找那個哪裡錯 也是很頭痛的事情 好 那門號呢 先做出來給各位看一下 你將來可以 再把這個按鈕複製過來 貼到這邊好了 這個叫門號 所以後面 這個叫這個 叫這個名稱好了 那有什麼差別 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個輸出是公式 可是呢如果按這個按鈕的話呢 輸出是什麼啦 有沒有看到 差異的 有沒有 裡面是放什麼 放那個最後的結果嘛 對不對 那哪一個 哪一個好呢 其實做得出來都好了 做不出來哪個都不好 反正寫得出來 然後OK 你可以少點力氣 都是好方法 那只是說呢 兩指之間最大差別 是說 這個方法的話 處理 處理資料的那個 你不需要 放太多的資料 在儲存格裡面 那怎麼做呢 第一步 其實做法跟 剛剛的那個 門號公式很像 所以你不用重寫 比較聰明的做法是 你乾脆把上面這個公式 直接複製下來 然後把底線公式拿掉 再來的話呢 把後面這一串 其實就 把它改成 雙引號就好 輸入法 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兩個 兩個那個 雙引號就可以了 也就是把它改成清楚 或者你可以拿清楚來改 可以啦 那裡面的話 放什麼呢 特別注意喔 就放 就是給規則就對了 有點像我們之前在Excel裡面輸入那個公式 09END END之後的話 要放什麼呢 特別注意喔 我們要自己去 儲存格裡面取資料 那儲存格 特別注意喔 我要在哪一欄呢 F欄 把這個111幫我放過來 可是我要怎麼放過來 其實有一個技巧 就是直接拿之前面的 Sales ID的11欄 複製到後面 把它改一個什麼 把1改成什麼 F就好 我把它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其實我還沒全部打完喔 你會發現有沒有 911 你想說老師不是有0嗎 因為Excel如果偵測到裡面全部都是數字的話 他就會 把它當數字 0就會去掉了 除非說你後面加一個什麼 AND 一個減的符號 假如說我這邊執行 減的話 因為有減這個符號 表示說 他有那個非數字的部分 後面再來怎麼樣 空一格 AND 你可以用format 有點像剛剛的字定函數 format是什麼呢 再來就是抓哪一個資料呢 抓 G欄的資料 所以其實有個聰明的辦法 直接拿這個前面的複製 複製到這裡 把這個F改成G 去抓那個G欄的資料 那規則的話 幫我改成什麼 000 就是兩個 三個 三個那個 三個這個 數字 個規則 那如果你這樣執行的話 當你程式不用全部打完 就出來了 那後面的話怎麼做呢 後面 一樣的 就是把這邊 複製喔 不過從哪邊複製 可能要注意一下 AND這邊 複製到這裡 把它改成什麼 改一個H 那H就出現了 把它執行一下 這樣子 就大功告成了 OK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今天的作業 基本上就是 自定函數 再加三個按鈕 把這三個按鈕做完 記得把它存檔上傳 上傳就OK了 來 畫面先還給各位 時間剛剛好 什麼 還要做嗎 所以時間不夠